小米8 青春版 换屏幕 这是屏幕 全新的 戴着保护膜 放在一边 这是设计 这个玻璃后盖需要拆 会随机送一个刀片随屏幕 撬得稍微小心点 撬开个缝隙之后 用刀片 用指甲划一下 拆之前用电吹风给吹热一点 就好拆一点 直接拆比较紧 拆之前先用刀片 你看这都带着胶呢 滑一下 这边也是 因为毕竟是玻璃 别太用力 掰 拆开 里边有指纹拍线连着 拆的时候别看一下 把这个卡扣一下 拆一下就下来了 看 这是玻璃后盖就粘下来了 这有一圈胶 这个是石墨啊 第二 拆螺子 好 好 买屏幕会送一个工具 试试一下 还有一颗螺丝 看一下螺丝没有掉了 扣过来 这是中盖 拆下了 放到一边 这个是电池的卡扣 扣一下 下面是拆电池 这电池有垃圾 看 撕开 电池的垃圾可以这样一下 敲门 捡一下 不容易拉断 这最后又再长 看 最后一点也出了 它这有两条 这一条 这一条 这个也是 这些也这样 电池拉胶的好处是 拆下来之后不伤电池 而且电池好取下来 如果电池拉胶拉断了怎么办 我随着工具里边会送一个电池铲 就是这个 现在是拉胶都取下来 你看直接就拿下来 那好吧 如果要是没有拉断了的话 用这个电池铲从 从 从这个方向进行 往进 挤点点鞘 如果电池稍微变形一点没事 稍微掰正了就行 看 这一点没有我收拾 这屏幕 下面你开始拆屏幕 取下这个下来 这个 这是显示屏的排线 就是要把这个屏幕从正面 从这个拆下来 下面拆这个屏幕正面 碎的这一面 用刀片 先用电吹风这个吹热一下 这个 推到烫手左右 我这个时间短点 因为之前给加热过了 沿着边缘翘 下边是双面胶黏的 不是很黏 这么着用指甲抠着点 用刀片滑 把这个拉丝的胶丝都 下来 这点掰开 好了前面屏幕焦去拆了 把上面的所有小玻璃杖都清理干净 清理干净之后 下次黏的 这次黏的解印比较 这边上面不能有玻璃渣啥的 如果有玻璃渣子在上面会硌到屏 前面会有显示不好 好了清理干净下面是涂胶 这是我会送 这是大包装的胶水 我会送小包装 够一个手机用的 修的胶 然后 涂这个边一圈 这个位置 涂稍微涂 涂多一点 不能胶不能断了 不能太少 太少可能粘得容易开胶 膠涂涂完了之后 晾个两分钟 让它稍微干一干 行了 涂完了 这个新屏幕啊 要先扣上 测试一下 就是粘胶之前 看扣到这个位置 扣好了 然后把电池装上 然后 然后洗击看一下 往那边拽着 看看屏幕 解开膜看一下 显示效果非常好 显示效果非常好 有点反光 好像 亮度高调一点 就会好看 看看 没问题 都没问题 好测试完了 测试完了 咱们 我再把这个熄灭 说明屏幕现在没问题 可以装了 如果有问题 可以退回来更换 然后把电池取下来 卡扣 取下来 然后把 屏幕也取下来 算了 屏幕可以放在一边 背面的红色膜里接掉 对了 对了 接下去 就行了 还有这个小膜也去掉 都去把膜都去掉 然后开始黏屏幕 好 膠现在都干的差不多了 然后把这排线穿过来 然后对好 缝隙都对好 然后一点点捏 轻轻的 对正了 捏实 捏实完了 从正面看 没有一点的 已经都 都捏好了 背面下面 四圈都看看 然后把 然后把这屏幕卡扣 扣好了 我随于屏幕 我会送一个 这电池胶 从中间 给分开 贴到这个位置 把这个也是去掉一层 去掉一层蓝色的 然后 也是这样 然后把这 粘好之后 再 压紧 露出白色 把电池装上 好了 电池就粘好了 扣上 这边装好 哎呀 为了快 我就不用那个小螺子刀了 对吗 不用 不用 2 3 4 4 5 7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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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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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都撕掉了,或者有肘折的,自己拿胶再塗一圈 开机看一下,好了,开机了,先看一下,看这儿应该没有缝子 如果胶有小疙瘩的话,得清理干净,平着 手机防止摔最好用的保护套,原保护套还是管用的 祝你们装机顺利,如果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 然后我的淘宝店铺是英辉电子,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就是在淘宝上搜店铺名,英辉电子就可以,好吧,谢谢 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安装遇到问题可以在线里问我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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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